96万人离开广东,13万人离开上海 未来只有这三个城市才值得买房 大家好,我是佳哥 魔幻的场景正在上演 我说一个直观的现象 去年有96万人离开广东,13万人离开上海 北漂,互漂的身份好像没有以往那么吸引人了 而那些集体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 或者是985211的高材生们 最终的选择却默契的一致 顺带还稳稳拉涨了三个城市的房价 原来的房地产市场是人口基数大的城市占优势 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 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房价才有上涨的空间 而目前来看 今后这三个城市的房子更有生殖空间 究竟是谁呢 第一是长沙 去年常住人口增加18.13万 位居全国首位 第二是杭州 去年常住人口增加17.2万 第三是合肥 去年增加了16.9万 排全国第三 长沙和杭州倒还好 本来就是一居一夜城市 让人意外的是 合肥这个城市不靠江也不靠海 也没啥天然的资源优势 合肥是靠什么吸引人的呢 去年合肥GDP累计涨幅213.83 位居全国第一 怎么样 合肥牛不牛 而合肥之所以能够从18线小县城 晋升为新一线城市 靠的就是科技创新 以及对科技企业和人才的重视 当年中科大没落户时 安徽主动跟国家承诺 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 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 当时一穷二白的合肥 为此亲切了所有 于是 合肥有了讯飞 联发科 华为 小米 长兴 蔚来 国盾量子一批本土高新科技企业 64个省级以上科研院所 2021年我国十大科技新突破四项在合肥 而合肥更牛的还在后面 最多十年合肥抢先布局的新平契合 集中升至八大战线产业 也将会形成规模效应 到那时合肥将更有看到 对此 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